5种常备菜 哈喽,大家好,我是Hana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5种常备菜 简单又美味,可以试试看哦 首先我要做绿细酱烧金粘菇 把金粘菇的干部切除掉 然后切成4段 靠近干部的部分要剥上长小数备用 把金粘菇放入锅竹里 然后加入3大匙的米酒之后 开中火加热 要翻炒到软烂的样子 差不多这个长度就可以加入糖、味醂、酱油、调味 再搅拌 再搅拌 像这样,酥鸡的样子 再把米醋加进来 搅拌均匀 现在可以起锅了 装到保鲜盒里 就完成啦 放凉之后,放冰箱 染肠保存 建议5天以内使用完毕 放冰箱 接下来我要做 绿细炒莲煮轮 把莲若的皮去掉之后对切 然后切片 浸泡煮水里面大概5分钟左右 浸泡煮水里面大概5分钟左右 接下来把煮轮斜刀切 干辣椒剪丁 把浸泡煮水里面倒掉之后 稍微洗一洗擦干水片 把浸泡煮水里面倒掉之后 稍微洗一洗擦干水片 擦干水片 把珊ella Öyle是加入 chair 以后把鲜盒放进来 要煎至5分钟左右 Just pan la rata 調味 趕緊的攪拌 攪拌均勻之後 加入白芝麻利跟乾辣椒 再翻炒一下 現在可以洗鍋了 裝到保鮮盒裡面 放涼之後放冰箱 接下來我要做兩半芝麻醬紅蘿蔔 首先煮一鍋水 等一下要裝燙紅蘿蔔用的 把皮削掉 接著把頭尾切除掉之後切片 然後再切絲 水滾了之後加入一小匙的鹽巴 然後把紅蘿蔔放到水裡面來 維持滾的狀態 計時兩分鐘左右 紅蘿蔔煮好了之後 趕快滴乾水粉 讓它涼一下 接下來準備醬汁 把糖、白芝麻粉、醬油放到保鮮盒裡面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紅蘿蔔染了之後放到保鮮盒裡面 攪拌均勻 兩張保存 建議三天以內洗用完畢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爸爸過幾張 聲摸寸 葉ES 我用來放2炙灘醋 一炙灘醋 順花 下大隻 仔飯 黑芝麻粉 浸泡盐水里面大概5分钟 葱洗干净之后把表面的水分擦干 这样处理的话比较不容易坏掉哦 然后切盏葱花 接下来 准备酱鸡的部分把糖、米醋、酱油、香油放到保鲜盒里 将抹茶泥 搅拌均匀 把茄子的水倒掉之后擦干水面 开中火把锅子加热加入油 热热锅之后把茄子的皮炒下放进来 先让皮煎一下 大概要煎2、3分钟 2、3分钟之后翻面 让它再煎1分钟左右 茄子熟的样子就可以起锅了 把茄子放到保鲜盒里面 然后搅拌一下 放凉之后放冰箱 最后我要做万用韭菜酱 这个酱量是可以放放面、吃火锅、加入汤等等 很方便哦 韭菜洗干净之后 把表面的水分擦干 把根的部分切除掉 然后把根部切碎 叶子切成1公分的强度 放入玻璃瓶里面 放入玻璃瓶里面 接着加入糖、米醋、酱油、香油 将抹茶泥 然后把白芝麻粒跟柴油片放进去 搅拌均匀 没有柴油片的话不加也没关系 放进冰箱冷藏一天即可食用 好咯,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今天的分享吗?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